同新出道的杨丽,如今已经是娱乐圈里的具有代表性的明星之一了 她是内地的四小花旦之一,也是公认的电视剧收视力女王 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她的影视作品 不管是古装剧也好,还是现代剧也好,总是那么的吸引人 虽然是同新出道,又有着极其出众的外表 但是在娱乐圈里,还是摸打滚盘了好多年 这才有了今天如此傲人的成绩 其实在很早之前,杨幂曾签约过香港的一个经纪公司 但是在香港这个明星辈出的地方,她明显不占有势 尽管她在内地的发展非常好,并且有一定的殖民度 但是在香港,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已 所以在演绎这条路上,受得过很多的打击 杨幂曾经参演过一部奇幻古装剧,叫做《十二生笑传奇》 这是由郭品超、陈浩民、李曼等人主演的影视作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郭品超 那个时候的她担任剧中的主角,并且帮助过杨幂 如今时隔八年后,杨幂不忘恩情,选择祝她一地之地 郭品超,1977年出生的她是一位台湾演员,也是一名模特 同时还是一名歌手,19岁那年开始从事模特工作 在2000年的时候,因创演了一部电视剧而被发掘 从此也就踏入了演艺圈中,后来又跟安逸轩合作主演了偶像剧 从此一炮而鸿,她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的 每一部作品都非常优秀,而且深了观众的喜爱 还曾经拿过上海电影节的传媒大奖 郭品超除了有演技方面的天赋以外 还有着令人羡慕的形象,不仅颜值高 而且身材也超完美,是很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男神形象 另外她的才华也极其出众 曾经发行过多部唱片,受到了很多歌迷的追捧 那个时候的她非常风光,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明星 不过娱乐圈里总是这样,很多明星都是红极一时 而郭品超也是如此 后来的她虽然也有陆陆续续的拍摄作品 但是却没有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 所以人们对她的关注量开始下降 在娱乐圈中,作为偶像剧出道的她渐渐的被新人取代 也就慢慢的淡出了观众的视野 然而杨米就不同了 虽然之前出演过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角 但是她一直都在进步,也在不断的改善 如今的她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而且还成了老板,更是捧红了许多艺人 而杨米对于当年郭品超帮助她的世界,一直都没有忘 如今她选择了报恩 在自己2017年的一部作品中 郭品超担任剧中的男二号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秦天宇 剧中的她一直独恋杨米 对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